問一個問題,大家認為郵輪是屬於交通工具,貨運,酒店,樂園,還是像迪士尼那樣的度假區呢? 朋友這樣問,我真是被他考起的,如果可以,我會答以上街市 有一些行業,有一些廁所,不像餐廳、戲院那樣簡單,入去的人得一個目的,經營的人得一套標準 好像郵輪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你說它是交通工具嗎?又不算是 所以你不能用管理航班的標準來對待它,你說它是樂園嗎?也不盡視 所以不能像規管海洋公園那樣處理一艘郵輪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曾經耗費82億建成啟德郵輪碼頭 風風火火地說要將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的郵輪中心 燒完炮掌拍照後,一切恢復平靜 郵輪碼頭因為停泊量低,位置不方便,很快就成為最閒置的基建 加上2020年疫情爆發,這個82億的豪裝一直封塵 最近更有建議,說反正郵輪碼頭曬太陽兩年,不如拿它來做旅遊巴墳場 借用來安置一些停運無期的旅遊巴 作為納稅人,看到公帑這樣被租貪,實在無言 而更慘的就是旅業的經營者 當日一行熱血支持政府的新政,積極簽下郵輪合約的旅遊公司 面對現在死不斷氣的結局,真是無所適從的 日前,政府公佈分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預計五月底就會放寬郵輪旅遊 但有些生意不是輝之去了,呼之就會回來 郵輪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今年一月,皇家加勒比郵輪旗下的一手價值100億的海洋光譜號 在進行公海遊時,因為帶Omicron變種病毒的國太空者同住的家屬裏面 有曾經跟這個家屬接觸過的人上了這艘船 於是,整艘船立即結束行程折返 其實去年10月,同一艘船船也曾因為有後勤船員復仰 令到整艘船被迫停航折返 回來香港之後,更加被勒令停航21日 1300個船員被困在船上 價值100億的郵輪,動一點就被人罰停賽21日 一年365日,有多少個21日可以消耗呢? 於是,海洋光譜號決定放棄香港市場 轉去新加坡作基地 全世界我旅遊我得太久 他一去到新加坡,海洋光譜號一開就買個滿堂紅 預訂滿寫到6月底 特區政府說5月開放郵輪,但船在哪? 海洋光譜號走去新加坡,另一家星夢郵輪已宣佈破產 即時遣散千多名員工 所以說,有些事有些事,不是說開就可以開到的 如果生意人的營運條件得不到保障 我相信沒有郵輪公司會再冒險 將百億的郵輪駛入香港 而那個82億的郵輪碼頭 注定就會成為基建墳場 如果一間酒店出現確診病例 要停運3天來清潔 那為何一手郵輪要停業21天呢? 令到經營者一竊,就是數以千萬計 如果香港防疫政策繼續朝令夕改 繼續沒有清晰的營運準則 即使有一天,香港真是復償 打開了門,但還會不會有人願意來做生意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呀! 多謝大家!